各位啊,大家好,今天是周日 今天没出去接这个散活 今天接了一个学生,中国学生 送他去机场回国 我已经其实已经有几个月不接这些活了 我觉得跟这些家长们打交道挺麻烦的 所以我都一般的,我都退了 我不接了,他们不管是找谁,他们自己解决 我不接了,这个孩子比较特殊 以前接过他,因为这个孩子的家长也都感觉还不错 再者,他已经费了很大力气搞了所谓的双核酸检测 拿到了,所以拿到不容易,再不走耽误了也是 以后再找很难,所以今天就特别破例送了他一下 我大概从6月份以后吧,就应该没有再接过这些孩子了 送他们去机场 都是也不接这个人的活都不接,只是送餐 觉得还可以嘛,就做这个活,别的活都不做了 那么最近网上总有朋友问我,就是说 现在网上有这么多的应用平台,就是送餐 就好几个,再送人也有,到底做哪个更合适 比方说这个送人有Uber,有Lyft,这个送餐呢,那当然更多一点了 UberEat,Doordash,GrabHub,Postmate 再加上我们本地的有几家中国人办的这种送餐公司 所以送餐的选择更多,比送人的选择更多 做哪个呢,其实说没有一个特定的 这非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根据你所在地区的这个特点来决定 我就给大家说一个基本的所谓做市场吧 一个Marketing,有一个所谓的三原则了 就是你要了解客户,你要知道你的竞争对手是谁 再有你要知道你自己 就了解客户,不管做哪个行业,哪个方向 了解客户,就客户的喜好,你一定要掌握,要摸清楚 你像我们这等于是为人提供服务的,起码这个服务的对象 你得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他们想干什么,他们喜欢什么 我前一段也讲过,比方说他们不喜欢这种 你上了门送餐,你还打扰他,给他敲门,非要把他敲出来 因为现在疫情下了,对方不希望你打扰,你真做得好,服务到位了 他会给你,他会tips in the app 不需要给你现金的,所以你不一定非要跟他见面 不管是打电话啊,敲门的,只要他信息里边给你留言 留清楚了,Do not knock the door,你就不要再敲门了 不要再打电话,你可以给他留个言 然后现在按照系统的要求都会留一张照片了 不管是UberEat还是Doordash 所以这就是,我说你要了解客户的心理 第二呢,要了解竞争对手,那么做送餐来讲 我做UberEat,那对手呢就是Doordash GrabHub,加上这个Postmate Postmate以前在我们这个区域没有,现在也有了 他们也发了一个带子,那种黑色的带子 上面带绿色那个边框的那种带子 我觉得几种都比UberEat强 多多带是一个红带子,上面带白色的公司的logo 那么GrabHub也是红色的带子 加上黑色的那种边框的条纹的 UberEat就是空手,空手上门去拿东西 空手上门去送,那么这其实就被别人钻了空子 你这个我们这本地的中国的办的送餐公司 人家就做大量的塑料袋印着人家公司的logo 联络方式网站,往各个的餐厅里发呀 你包装就用它,当然就用它 我UberEat我经常取的包装都是它的袋子 送的客户加门去,你看这个袋子 等于是我虽然替Uber做事 但是也间接的替人家做了宣传 对吧 Uber不肯在这方面投资啊 多少代是连口罩都发的是特别的 红色口罩戴个白的小logo UberEat什么都没有 但我为什么我还坚持做UberEat 我没有做其他的 这里我就跟大家说一个我的感觉啊 所谓你了解客户了解自己 那么了解自己的同时也了解自己的这间公司 就是你所服务的这间公司 你所利用的这间平台 这就是要了解自己和了解你的competitor Know your customer,Know your competitor,Know yourself 就这三个原则 我说说我为什么我还坚持做UberEat 这个我以前提过就是送餐呢要找一个热点 所谓Hotspot 你要围绕这个热点做 这里面的热点就是指了餐厅集中的地方 你要围绕这个餐厅集中的地方来转圈来做 我们香槟这儿 餐厅集中的最集中的地方就是这条绿街 那除此之外呢 在那个Prospect那边还有另外一片餐厅 再有其他的餐厅就是零星分布的了 这有一个那一个都少 这是两大热点地区 那么我的原则呢就是肥沼的热点做 那么你选择这个应用平台的时候 不管是UberEat、Doordash、GrepHub还是Postmate 我不建议选择热点跟进 你比方说Doordash现在肯定是最热的热点 你去餐厅里取餐的时候 就是提着红代的人是最多的 他市场宣传做的好 做的到位他后来居上 他比UberEat做的好 UberEat现在出在首饰 UberEat的问题 Uber本身的问题就是他这个应用 我现在都觉得有问题 上两个视频 上个视频我也提过 前面的视频呢 他的系统都有问题 我打他的800号服务电话都打不通 你说这一个公司做了这么多年了 他的应用系统还是这个程度 这不能接受 真的不能接受 你市场推广没有钱 可以少花钱 但是你自个的系统都做的这么烂 我不知道他作为公司的管理层 可能是怎么考虑的这件事情 也可能他有意啊 我说什么有意 就是我有时候坐着 比较晚了 我就看看我今天挣了多少钱 经常是看不到第二页 再往下翻 我查我今天的Earning 我就是今天赚了多少钱 我看不了 他那系统不提供 不能显示 比如说到了周六 或者是周日的时候 我要看看我这周挣了多少钱 我为什么要看 尤其当天看我 我自己给我自己设了一个坎 到了这个坎了 说明我今天挣够了 我不需要再做了 这周我挣到了 我也不需要再 那么下面还有更好的生意 就直接这呼叫都进来了 我都不接我就回家 那么从系统他不给你看 他就有意的不让你看到 今天你赚了多少钱 或者这周你赚了多少钱 这样的话呢 你还可以给他多干一点 从公司来讲呢 他尽量想延长这些 给他做服务的 Driver的时间 他才能赚更多的钱嘛 你要提前就结束了走了 他赚谁的钱吗 他赚就赚的少嘛 不说赚谁的钱 就赚的少 是吧 所以我说呢 可能是他们有意这么搞 但是实实在在 Uberl系统并不好 多代式的系统呢 应该说还不错 这个话题 我不是说 重点不是这儿 我说 刚才说找餐厅做 是找他的热点 做应用平台 是反其道而行之 为什么这么说 我那天 在一个餐厅取餐的是 就是pop ice 取餐的是碰着了一个白人小伙子 他戴着红色的口罩 有那个明显的白色的那个 多代式的logo 那就显然是替多代式在做 因为餐还没出来嘛 我们俩在那儿闲扯了几句 他告诉我 他以前就做UberEat UberEat 不好做 他转到了做Doordash 我说 为什么要逆向思念 就是你做选小众 UberEat 是作为小 作为这个手 江山的这么一个公司 他最早出的到了 他现在做的不好 他要极力的担回来 这些公司都一定都有大数据的 所谓的analysis 他都知道每个区域的生意大体怎么样 所以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区域 除了周日以外 每天都面向Driver的promotion 有的时候是从3点开始 最差最差也是从4点钟开始 那么从4点钟开始 每个Trip加4块钱 那么从3点开始也是加4块钱 平时呢3点开始就加3块钱 但到周末呢 都是加4块钱 2点钟就开始加4块钱 我们这种小城市 每一个Trip加4块钱 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我们这个小城市 每一个Trip大概也就是 平均算下来也就是4块钱 多很多时候都是3块多钱 稍微远一点的距离5 6块钱 绝大部分都是3块多钱 4块钱 所以他每一个Trip 给你补4块钱是相当的不错的 我就看中他这点我要做 他要保住他的市场 他必须要保留下来这些司机 这些Driver 他要不给这些所谓的物质刺激 谁还替他去做 当然他自个从大的市场层面 面向客户的层面 他也在做推广做广告 不管是电视上 这个 internet上都有他的广告 那么特定的区域 他有特定的面向Driver的这种Promotion 就是要把司机留下来 那么我们做这个行当呢 就是要利用他这个特点 他既然每个Trip有这个补偿 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 你现在跟着去做多少代事 我上周做了两次 每一次大概一个多小时到两个小时 我没有一次 一个小时的收入超过15块钱的 反之说UberEach 我这么些天以来 没有一天的收入 每个小时低于20块钱的没有过 所以这就是说我说 为什么我决定要坚持做小众 而不是跟随热点 你跟随多代事这个热点 你可能每次的生意 你拿到的生意可能是多 但是他给的少 包括多代事的客户群体 不外付小费 我这是都有证据的 都有数据的 我们以前做数据分析的 所以这些我都知道了 以前是用电脑分析 现在自个人工嘛 那就看呗 所以 为什么多代事的客户群体 不爱付小费 而UberEach愿意付 我觉得是因为这样 就是Uber最先进入的市场 所以他最早的这个客户群体呢 保留下来的这个习惯 就是付小费的习惯 那么大家就是这么用下来 就是这种已经 约定俗成了 有这种习惯性的就这么付了 就跟以前老派的美国人打低 进餐一定都要付小费 那么现在的很多的人 年轻人也付 但是付的就少多了 所以新的应用出来 这个付小费 多代事本身他是用这个钱 用这个价钱来争市场 抢市场嘛 所以他尽量的少 收的少 给客户那边一些补贴 而不给Driver那边补贴 那么他能拉住更多的客户 而因为他有更多的客户 他的这个这个作为司机来讲呢 你给他去取餐的机会就更多 所以他利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你司机 给他干活 那么我呢就非要反着来 我不听这个 我不看这个受这个诱惑 你虽然跑的多 次数多 但你拿不到钱 跑那么多有什么用啊 不是浪费自个儿的时间精力 燃烧你自个儿的汽油 是吧 所以 我说做这个做小众 不做大众 所以呢 最后呢就是说 我刚才说的 know your customer know your competitor know yourself yourself就是你自己在哪个区域做 你自己每天的时间 你像我吧 每天中午 将近十二点出门 晚上七点钟以前一定回来 六五多小时 最常干七个小时 那么你像UberEat 他这种promotion 最差的promotion 从下午四点到晚 都到晚十二点 但是那七点钟以后的 那promotion我就不看了 我就看不着 我也正不着 所以我也不看那个 他每天早上还有一个时间段 从早上六点到十点钟 也有promotion 那个跟我也没关系 我也不会做那个时间段 所以我说 know yourself 你要知道你每天 你自己肯定知道 你每天几点钟出来干活 对不对 你自己肯定知道 你所在的区域是什么样的区域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这些 再有呢 我就说 每一种应用平台 最少有两个 Uber Lyft UberEat Doordash 或者Doordash GrabHub 或者说是GrabHub Postmate 你总的有两个 你可以 你这你才有比较 有比较 你才能分出来 哪个 对于driver 对于我们这些 做pick up drop off的 这些人 这些delivery guy 你才能够知道哪个是最有利于我们的 是吧 你掌握了这点 你就会决定到底做哪个 不做哪个 但是你手里一定要有两个 不要就有一个 有一个 你没法比 再有一个 万一你做了哪天 犯了错误了 这个公司直接给你deactive了 你都没得做了 所以你手里有两个 你不怕他 是吧 行吧 今天就说这点 本来下午就录 结果不好 有噪音 因为天气冷了 这个家里暖气 早就要烧上了 正录得挺好的 轰一下暖气起来了 噪音一下覆盖掉了 听不了 现在又重新 我现在这时录了第三遍了 所以制作视频 其实挺耽误功夫的 就这样 各位take care 保重身体 拜拜